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723天 2月14凌晨至15日晚 俄军对乌克兰各地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规模较大的导弹袭击 乌空军2月15日报告 俄军从位于恩格斯空军基地的飞机上发射了12枚KH-101-5555巡航导弹 从沃罗尼日州发射了6枚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新罗西斯克发射了2枚口径巡航导弹 从占领的乌克兰扎波罗热州和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射了4枚KH-59导弹 从比尔哥罗德州发射了2枚改装对地攻击的S-300导弹 无防空部队摧毁了13枚导弹 包括8枚KH-101-5555-55导弹 一枚伊斯坎德尔M导弹 两枚口径导弹和两枚KH-59导弹 俄罗斯的导弹破坏了一些乌克兰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和住宅建筑 仓库等没有大量人员伤亡的消息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2月15日称 乌军当天用火箭炮袭击了比尔哥罗德市和周边地区 造成至少7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儿童 还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8人受伤 格拉德科夫说 袭击造成比尔哥罗德市的7所私人住宅和5栋公寓楼部分受损 5辆汽车受损 此外 比尔哥罗德州一处村庄也有房屋和车辆受损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 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比尔哥罗德州上空摧毁了来自乌方的14枚火箭弹 俄外交部发表声明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虽然俄军挑起了这场战争 并且经常肆意轰炸乌城市平民目标 杀害2万多名乌克兰平民 但我坚持反对双方所有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 这即违反国际公认的交战法则 又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与军事收益 即使美军在二战后期对东京的大轰炸 以及在广岛长期投下两枚原子弹 虽然加速了日本的无条件投降 但至今仍有很大争议 正是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战后建立了禁止在战争中蓄意攻击平民目标的交战法则 就我两年多来观察到的情况 俄军经常蓄意攻击平民目标 并且蓄意杀害乌军战俘 还大量使用违禁化学武器 但乌军较为严格地遵守了国际公认的交战法则 极少攻击平民目标 这次比尔哥罗德式遭袭 造成较多的平民伤亡 难以判断 这是乌军对俄军近日大规模袭击乌方城市 失去理智的报复 还是火箭弹偏离了预定打击的军事目标 乌军2月14日 对俄罗斯本土库尔斯克州的一个油库 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无人机袭击 俄方公布了油库爆炸的画面 并报道说 空袭导致至少两个装满柴油的油罐着火 这是自上个月以来 乌人机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 第五次成功袭击 阿富迪夫卡前线 乌军从泽尼特前空军基地撤出 影片显示 俄罗斯人在那里升起了他们的国旗 就是这里 俄军攻了快一个月了 由于两亿都已经落入俄军之手 为了避免被包围 乌军不得不主动撤出 乌克兰将军塔尔纳夫斯基证实 阿瓦迪夫卡的严峻局势和部分撤军 称城市内发生激烈战斗 军队使用一切力量来威慑敌人 新的阵地已经准备好 目前阿瓦迪夫卡的交化场 和高层建筑 乌特是乌军的主要据点 前线布局已经有新整合 坚守阿富迪夫卡的乌军 确实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俄军不惜一切代价 猛攻阿富迪夫卡 最近确实取得缓慢但持续的进展 2月15日发布的定位影片显示 俄罗斯军队最近推进到了 阿富迪夫卡西北部焦炭厂南郊 同时俄军占领了 阿富迪夫卡以南的乌军防御阵地 俄军已经切断了连接南部和北部的 最后一条主要道路 乌军方发言人承认 乌军正在从阿富迪夫卡 未指明的阵地撤出 但他表示 乌军同时从俄军手中 夺回一些未指明的阵地 双方激烈的拉锯战 一直就是常态 从美国战争研究所绘制的 最新战况图中可以看出 俄军南北两个方向对攻 封闭阿富迪夫卡的西边 口袋缺口 直线距离仅剩下三公里 牢牢掌握在乌军手中 当然 在口袋缺口的南边双方 仍在途中黄色区域基站中 并没有被俄军占领 2月15日 乌军继续向阿富迪夫卡 派遣了增援部队 如果乌军不能组织力量 打掉箭头方向南北两翼的俄军 乌军就只能主动放弃阿富迪夫卡 从而避免被俄军包围 俄双方从2014年开始 就在激烈厮杀 俄军过去半年 更是在这里持续进行装甲突击 与人肉冲锋 俄军对这个三面包围的小镇 久攻不下 凸显了俄军进攻能力严重退化 但乌军无法对俄军南北两翼 展开灵力反攻来解阿富迪夫卡之围 同样显示 乌军缺乏强大的进攻能力 如果乌军无法在阿富迪夫卡南北两翼 发起有效反攻 从2月10日算起 最快俄军10天之内 最慢一个月内 俄军将占领阿富迪夫卡 俄军占领阿富迪夫卡的时间长短 可以看出俄乌双方的攻守实力 美国政府正利用乌克兰 可能失去阿富迪夫卡的严峻形势 向美国共和党人施压 希望国会迅速通过援武法案 美国安会战略协调员间 发言人约翰 科比 2月1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称 乌克兰顿涅茨克州 阿富迪夫卡的局势十分危急 俄军很可能很快占领该城市 他表示 造成目前局势的原因是 乌克兰武装部队缺乏弹药 他说 不幸的是 我们收到乌克兰人发来的信息 表明局势危机 俄罗斯人每天都在继续袭击乌克兰阵地 阿富迪夫卡面临着落入 俄罗斯控制之下的威胁 在很大程度上 这是因为乌克兰军队 在前线的炮弹弹药即将耗尽 俄罗斯正在一波又一波的 派兵攻击乌克兰阵地 由于美国国会尚未批准追加经费 我们没有能力支援乌克兰急需的炮弹来挫败俄的进攻 他呼吁国会必须尽快批准援乌拨款法案 他说 如果共和党不采取行动 阿富迪夫卡现在发生的事情 可能还会发生在乌克兰前线的其他地区 即使俄军最终攻下阿富迪夫卡小镇 也绝不可能包围超过50人的乌军城建制部队 因为距离包围圈仅有几公里的路程 后方是乌军连片的坚固堡垒 守军可能乘车或徒步从容撤离 俄军在这个小镇周边集结了5万大军 付出比乌军10倍以上的人员 20倍以上的重型装备损失 最后4个月来2万多人被打死 称不上任何意义上的胜利 当然 这可以成为克里姆林宫 宣传俄军战无不胜的新素材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科比 在记者发布会上称 不幸的是 乌克兰人报告说情况危急 俄罗斯人每天都在继续向乌克兰阵地施加压力 阿富迪夫卡可能最终落入俄罗斯的控制之下 很大程度上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因为地面上的乌克兰军队的火炮弹药即将告庆 这与我的判断是一致 即便在第三突击旅增援上去后 阿富迪夫卡的部队比例仍然是1比7 如此悬殊的兵力比 说明乌军被没有死磕的打算 东部前线天气十分严寒 但战斗的强度一点没减 这里因其战斗的激烈程度而被称为凡尔登 克里米纳方向 昨天一个包含十多辆武装车辆 包括七辆坦克和一辆TOS-EA的俄军纵队 被乌克兰的FPV无人机和炮兵联手消灭 尽管俄军仍在酝酿更大规模的进攻 但我不认为东部前线有现实的危机 地涅薄荷战况 克林基地区桥头堡正逐渐向西扩大 进一步为乌克兰渡河作战打下基础 与此同时 乌军持续FPV无人机攻击俄军阵地 火炮和车辆纵队 俄乌战争爆发第723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俄军战损 1,21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40.03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23辆坦克 39辆装甲车 25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4套特种设备 21门火炮 4架无人机 13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 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8.6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有朋友问我 为何俄罗斯在战场上如此巨大的伤亡 甚至之前黑海舰队旗舰和前天一艘大型登陆舰被击沉 俄罗斯官方却千方百计以谎言加以掩饰 相反 俄军占领乌克兰一个战前人口仅几十人的小村落 却大肆宣扬俄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呢 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自欺欺人非常危险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问题 实际上 在前苏联 俄罗斯 朝鲜那样的社会 上至决策者下至普通民众 大家习惯于报喜不报忧 相信谎言是战胜敌人的最强大武器 绝对不可以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围风 因为习惯性说谎 落入过度自信的陷阱中难以自拔 最终让整个国家付出巨大代价 2月1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意气风发的参观乌拉尔机车车辆厂时表示 名为突破的俄罗斯T-90M是当今世界一流坦克 乌拉尔机车车辆厂是俄罗斯的一家重要军工企业 主要生产和研制军用机械产品 包括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 T-90M突破坦克是T-90A坦克的深入改进型 防护能力更强 作战和应用性能参数更佳 首批T-90M坦克于2020年春交付给俄武装部队 2021年初开始批量生产并交付给俄国防部 普京总统指出 我们的战士 坦克手都说这是世界一流坦克 敌人也承认这点 这就是跟朝鲜自称宇宙第一军事 经济 科技强国一样 典型的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好大喜功 过度自信深入到了每个俄罗斯人的骨髓 俄罗斯的战士 坦克手认为T-90M是世界一流坦克 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俄罗斯的敌人 不管是乌克兰人还是其他西方阵营的人说过 T-90M是世界一流坦克 相反 我看到乌军摧毁了几乎所有出现在战场上的 俄T-90M坦克 T-90M跟所有苏式装备一样 是一款纸上性能相当不错的主战坦克 也确实是俄军拿得出手的最好坦克 但在实战中的表现只能用一塌糊涂来形容 在俄乌战场上 俄T-90M坦克跟所有其他苏式坦克一样 在遭到敌方155毫米榴弹炮 火箭弹 单兵反坦克导弹 FPV榴弹无人机 投弹无人机攻击时 都会引起剧烈的弹药迅爆 或者是发动机爆燃 从坦克自身防护能力 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精确打击能力各个方面上讲 俄罗斯T-90M跟踪 德 美 英 法 日 韩气国的最新型号主战坦克相比 都有比较大差距 生产最好坦克的国家 都是当今世界汽车生产大国 很难想象 一个生产不出一流汽车的国家 能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坦克 2月15日 乌克兰北约理事会国防部长 第二次会议在北约总部召开 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乌梅罗夫 做主旨发言 重点谈及乌克兰实施国防改革 以满足战争需要 并为乌克兰加入北约创造条件 乌梅罗夫表示 乌克兰和北约国家 必须专注于发展长期防御潜力 和稳定的军工生产能力建设 乌克兰国防部 寻求建立一种合作机制 将盟国和乌克兰的国防工业伙伴聚集在一起 我们准备在国防部门建立合资企业 尽快落实投资规模 生产地点和生产规模 乌国防部长强调 在技术 程序 人员和信息方面 乌克兰与盟国相互依存 是乌克兰武装部队 现代化的关键支柱之一 我们必须能够更有效地沟通 更快 更安全地交换数据 尽可能避免重复以节省宝贵的资源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表明 与盟友相互依存 是我们共同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 乌美罗夫在会议上 感谢最近一次西方阵营国防部长员乌协调会 宣布一系列新的军事技术援助计划 以及北约峰会确定的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承诺 与会国家重申有必要稳定 及时地向乌克兰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并强调加强北约成员国国防工业能力的重要性 乌美罗夫和北约秘书长 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后宣布 经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北约乌克兰教育分析和培训中心将在波兰的彼得戈时成立 乌美罗夫表示 这是北约和乌克兰之间首个类似倡议 该中心将收集从俄乌冲突中获得的经验 并为乌克兰提供援助 斯托尔滕贝格说 北约在波兰彼得戈时成立的这个中心 将使乌克兰军队能够与北约分享作战经验 并与盟国军队一起训练 我猜测 这应该是一个对俄作战战略战术的研究 培训机构和情报中心 2月14日 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园乌联盟国防部长联络小组 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19次会议后 正式启动了一个防空联盟 并同意组建一个无人机联盟和排雷联盟 以支持乌克兰 这是继法国上个月牵头组建炮兵联盟之后 再成立三个专门的园乌军事联盟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和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 签署了一项协议 两国牵头组建防空导弹联盟 以支持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透露 德国、法国和美国将领导这个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拉脱维亚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8个国家 签署了一份加入无人机联盟的一项协议书 该联盟旨在向乌克兰交付100万架第一人称视角 FPV无人机 这是一种由无人机操作员通过电脑操控无人机飞行姿态 拥有查打一体功能的小型无人机 拉脱维亚国防部宣布 拉脱维亚计划在明年花费至少1000万欧元 将联盟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宣布 乌克兰将从英国接收数千架无人机 沙普斯还宣布 英国将与拉脱维亚共同领导无人机联盟 立陶宛国防部宣布 他与其他20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建立排雷联盟的一项议定书 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宣布 立陶宛将与冰岛领导排雷联盟 并将向乌克兰军队转让装甲运兵车 并为北约对乌克兰的排雷支持计划拨款120万欧元 多个欧洲国家在拉姆施泰因会议期间 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转让价值一欧元的军事装备 包括小型无人机炸弹 77辆重型卡车 若干医疗设备 各种武器系统的备件和设备维修 我之前介绍过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德国军队医院承担了非常多的乌军重伤员救治工作 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绍斯卡斯还宣布 立陶宛加入了法国领导的炮兵联盟 该联盟于1月18日在巴黎启动 并将向乌克兰提供155毫米炮弹 这是立陶宛对该联盟的第一个贡献 阿努绍斯卡斯还宣布 作为参与无人机联盟的一部分 立陶宛还将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 并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冬季设备 西班牙国防部长马格丽塔 罗伯斯宣布 西班牙正准备向乌克兰交付新一批数量不详的M113装甲运兵车 人员运输车 其他车辆 防空系统和其他物资 乌克兰军方表示 乌克兰的合作伙伴讨论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 以及F-16战斗机交付乌克兰后 配套弹药 后勤保障的必要性 北约秘书长颜斯斯托尔滕贝格 2月15日表示 北约已经与弹药制造商谈判了价值100亿美元的生产合同 北约成员国需要从和平时期的弹药生产中走出来 大幅增加弹药生产以补充北约库存并支持乌克兰 斯托尔滕贝格补充说 欧洲北约成员国将首次在2024年 总共投资3800亿美元用于国防 这占所有欧洲北约成员国GDP总和的2% 按照斯托尔滕贝格此前的说法 18个北约国家计划在2024年实现国防开支 占GDP2%的目标 从最新这次拉姆施泰因联盟会议上 传出两个重要信息 第一 北约实际上已经接管了 美国拉姆施泰因联盟牵头人的角色 第二 欧洲国家做好了 美国万一停止对乌军援 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 打赢这场战争的准备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